我们有两个圈圈 一个圈圈我们可以在里面做启发的角色 也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的圈圈 在那个圈圈里面 我们是一直保持谦卑跟学习的状态 去掘纳比心近视 也都比我们宽的人的 Advice意见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波外出中 乘云身心灵平寒 很久没有来跟大家聊天了 那接下来我还是会拍一些 身心灵相关的主题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别追逐只吸引 你和理想的自己连线了吗 我们通常要提高自己的振动频率啊 才会跟未来的那个最大版本的自己 去做对接 另外呢我今天也要分享 开运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给大家知道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个呢就是 就是当我们想要变成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那我们就要去注意四个层面 包含心理身体能量跟我们的环境 像身体啊就是我们当有把自己的身体是照顾好 然后有去观察目前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 那这些每一个身体的不舒服 它其实都是一种通知嘛 它就像一个notice 是提醒我们 我们现在可能 我们的信念啊 或我们的做法 可能是一个偏离轨道状态 是一个过于不及的 那它就会透过身体的急患来告诉我们 并且去稳定这些指数 像我们去医院的时候 可能都会去看一些指数报告 有没有红字啊 还是说好险啊 都是一般的黑字 身体就是我们意识的一个衍生嘛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载体 那么第二个就来到心理 保持强大的觉知很重要 也就是有观察力 去观察自己的情绪 大部分现在都是什么主导情绪呢 像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 脑筋急转弯2的电影 想必很多人都有去看过吧 那个阿娇 真的很焦虑的那阿娇 还有躺平的情绪啊 厌世的情绪啊 等等的一些性情绪都诞生了 也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些 很复杂的一些感官的世界 如此复杂的感官世界 搭配上极度复杂 有很多trigger 有很多刺激的网路呢 这一切我们的身心的世界 就会变得很复杂 无法简单化 更不要说就是平静下来 所以让自己的生活 尽量保持简单化 规律的作息呢 也可以去稳定我们的心情 改善我们的心情 让我们不这么焦虑 一方面呢 也是要去找到情绪的根源 它到底在暗示你些什么 忧郁的情绪 通常都是人 把注意放在过去了 那焦虑的情绪呢 就代表着意味着 你一直引紧期盼 把过度的揣想或是期待放在未来 活在当下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修炼的 也是改善我们情绪的根源 改善自律性神经失调的根源 再来就是环境嘛 像爱博我最近就是又搬家了 我这三年就是拍片这三年搬过四五次家 可是现在终于 就是已经落脚在一个自己会长期住的一个地方 我很开心拥有了这个全新的空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用不同形式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 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对于我这个新环境呢 我就是把它定义成一个比较有禅意的 极简的 留白的 以及环保的空间 有说过嘛 未来的这个世界其实是跟灵性美化 科技跟环保有关的 所以我们一个环境 它是否自然流动 然后去无存经 拥有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东西而已 也是保持前摊化 因为房子也是我们意识的延伸嘛 它又会投射回来我们自己的心境之中 就是会互相的照应 以及到最后一个能量 能量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与 富门 富能量的人事物去保持一个距离 包含自己内心世界 可能也会有一大半阴暗的自己 阴暗的情绪 我们也是要观察到就好 而不去排斥 而不去对抗 不去杀死它 知道它的存在 和它保持距离 知道那不是真的你自己 它只是你 我们投身这样试下来 有人生这个肉体呢 就是基本会有的情绪之一 和负面的人事物跟信念保持一段距离 而不是杀死它 就是与真实的这个世界 去和平共存的一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秘密 如何去提高自己的震动频率 变成一个幸运儿 就是要找到自己的mentor 导师 像我这几年其实也会留意 身边有没有一些人 他是可以启发到我的 可以带领到我的 我最近也听说了一个很棒的说法 如果我们总是在自己安逸的舒适圈里面 然后在这个舒适圈里面是当老大 然后做那个最强的人 或是做最可以去支持别的人 其实有可能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应该要创造另外一个圈圈 你可能在里面你是最弱的那一个 你是需要去请教别人 你是需要去follow别人的 你也允许别人来expire 在这一圈圈里面 我们是一直保持谦卑跟学习的状态 去接纳心境事 也都比我们宽的人的advice意见 相信你 这是由你的心出发去寻找的mentor 他会用心的带领你 并且会就是用比较是 点到为止的方式 让你明白 我们现在生命中的盲点是什么 咖点是什么 甚至痛点是什么 然后进而去走出来 像我一直都有在做咨询服务 所以可能在被咨询者的视野里面 我是一个mentor 是可以去给他一些人生指南的存在 那么我现在近年呢 也在有寻找到了我的mentor 然后也是会不定期的跟他请教 包含我的老公布达呢 他也是我的一个mentor 他在精神层面 其实可以教会我非常多的事情 我常常就是在我们最新的这个podcast 布达卡布里面 跟他去 无论是用吵嘴啊 或是用请教啊 用讨论的各种方式 闯头吵闯尾和 去聊出很多新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 我的老公也是我的mentor 当然我还有一个私底下的一个导师 而我觉得真正的导师呢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一颗心平静下来的 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听到他所述说的一些真理 你的心思可以安静下来的 而不是越来越复杂 那就是咯 第三呢是感受是显化的燃料 最近呢我在一天一分钟开运习惯 这本皇冠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里面呢 也看到了一个可以再次提醒我 以及大家的重点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想要活出来的理想人生 理想自己 可能是刺激的 富有的 有爱的 平凡的 各种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决手 那感受呢 其实就是我们显化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感受加信念的强烈程度 以及坚定与否呢 会推动着我们去 找到理想的自己 甚至是决定中间这个路程的速度 去感受理想的你自己是长什么样子呢 像比如说喜欢刺激的人 他可能就会在台湾也都没有自己的住所了 然后买了一个one way ticket 单纯的机票 背着背包就去世界各国旅行了嘛 他就是追求刺激又挑战的人生 所以就是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可能就在背包客栈过了一夜啊 然后甚至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回到自己家乡 向往成功的人呢 他可能在择偶做选择 然后规划自己的职业的时候呢 可能都会一闪即逝 一直感觉到自己成功的样子 自己站在舞台上 做一个开创者 做开拓者 甚至是创业的样子 去带领很多人 提供很多就业机会给别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 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指南针跟燃料 那么渴望平凡的人呢 安逸平凡 甜蓝的幸福 比如说爱博我自己 我自己所向往的幸福 就是比较安逸简单平凡的 我可能就会想要去宜兰的乡下啊 或哪里的一个 比较慢步调的城市生活 即便没有大富大贵 我会很清楚的知道 我自己是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的生活 只需要有最基础的满足 甚至是越少越好 它其实可以让我心灵感觉到更富足的 然后更清潔的 所以 如果想要成为理想的那里自己 你就要清楚的去感受 理想的未来的那个自己 甚至是静在支持的自己 他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他是怎么思考事情的 他通常会去哪里 他身上都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乘坐着什么交通工具 对不对 假如是甜蛋的我自己 我可能的交通工具 就不会是太急促的那些 可能就会是脚踏车啊 鼓励大家 使用一个方式去强化你的感受 然后去改造你的潜意识 那就是每天晚上在睡前呢 你可以观想你最理想的这个画面 搭配讲肯定句 比如说我是幸福的 我是平安的 我是快乐的 我是富有的 我是富有的 平凡的 就是不断的默念以及观想 但是这中间的感觉都是轻轻松松的 不是很紧张很紧绷的 直到你睡着 不要去算这个次数是多少啊 或是我讲的对不对啊 什么的 只管去想象 不要让自己的我自我去干扰进来 只管沉浸其中 一直到睡着 每天都做这件事情 每天一分钟 那么就可以了 那以上的一些很有用的方法呢 都是来自这一本 一天一分钟开运习惯的新书 这本书呢 它总共有介绍了38个开运的习惯 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 它每一个习惯都只有一分钟 其实我们一个习惯养成啊 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至少21天以上 甚至是更久才会锚定在你的生活之中 才会让你觉得说 哦我不由自主的很自动化的想要去这么做 那么这一位日本作家呢 他就把这些习惯都写得非常清楚跟通透 想要去改改善自己的命运 然后创造出幸运挺直呢 就很欢迎大家去看 因为里面有说到就是累积福德啊 提升好运气 它也是要趁早开始的 因为它就有点像是金钱的复利一样 会利滚利 那你的福德啊你的习惯 因为尽早开始也会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让未来的我们呢可以享用 有时候我们的福德不知道是这一辈子 是否可以享用到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想的 但是可以知道 就是在宇宙法则这个公平技职之下呢 做好事存散念 累积好的习惯绝对是好的 那这本书就推荐给大家 它就有点像是开运版的原子习惯一样 如果喜欢今天的主题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去购买新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下一集呢我会分享我去巴黎岛乌布 这个瑜伽之都跟身心灵圣地的点点滴滴 还有很精彩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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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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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